日本防衛省29日 确认中共海警船再度限宗钓鱼台列宇周边海域 合计今年以来有334天在相关海域航行再创新高 且中共航母辽宁号近日几乎是绕着冲绳群岛外围打转 23日至25日一度航行至关岛以西海域 17日至27日之间 辽宁号的舰载战机和直升机起降共计约260架次 韩国、日本等多国正持续调查中共海外警局对该国的影响 近日位于韩国首尔汉江边一家中餐馆 被控与中共在韩国设立的海外警察局有关 位置就在韩国国会议事堂的对面 居家餐馆目前已经停止营业 南韩外交部则持续调查事实关系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风险下 越南受制造业推动表现亮眼 周四公布2022年经济成长率突破8% 创25年最佳记录 成为今年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国家 2022年即将落幕 太阳系行星也赶在岁末年中凑热闹 28日晚间 太阳系所有行星以可观测的状态集聚地球夜空 即使地球上的人们将能以肉眼观测到金星、水星、土星、木星和火星 依序处现在北半球天空 而位处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天王星 以及土星和木星之间的海王星 则需使用望远镜才能看见 新唐亚开电视总理报道